走進戰地超過五千坪的都藍村舊股倉基地 兩棟建造於民國六十八年的稻股倉庫 如今隨著地方產業轉型 稻農紛紛轉做高經濟水果 導致股倉漸漸荒廢 儘管過去曾因飽食業者進駐 有了新的發展契機 但後續又因路克銳減跟疫情等因素 股倉基地再度沒落 現在淪為文字館 因為我是在地人 所以每次 有時候會經過的時候 然後覺得這邊很空曠 然後覺得說這邊沒有利用到 我覺得很可惜 貴賓動產 來為我們開啟新的一夜 資產動妥 宣告都藍文創園區即將開工 為了不讓舊股倉就此閒置 東河鄉農會啟動改造計畫 將結合當地農業跟藝文產業 推動改建為文創藝術園區 另外還跟旅行社業者合作BOT 提高園區附加價值 預計明年春節前線就年營運 就會把我們這邊當地東河鄉的 宛倫西亞過來文旦用 再來集成 這三大樣的主軸的東西 我們總而是都會想說要朝著這個 慢慢去研發 讓大家知道東河鄉農會有什麼東西 通常問路都是說東河保守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是可以讓民眾看到一個 就像是一個觀光的大門 就是先進到這邊然後再往後慢慢延伸 都蘭文創園區規劃面積2000平 設有露營區 停車場 賣場 把救股艙重新塑成多元文化 兼具創意與休閒功能的觀光市集 渴望成為東海岸星星 尤其據點 遠視新聞 直播台東東河 採訪報導 沙特的平衡 是對A 靈現 能把